今天教大家用800克的酸奶做成200克的奶酪芝士 简单便捷又省钱 你也赶紧在家试一试 我们在漏勺的上面就铺一个这样的布 越细越好 然后我们就把酸奶倒进去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滴出来的水都是分离出来的乳清 接着我们就把布提起来 用一个绳子或者是橡皮圈 把它包起来 然后就将它这样吊起来 放进冰箱冷藏24小时 现在已经过了24小时了 我们将它取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底部的黄色全都是乳清 让我们称一下它有多少克 400克 403.9克 404克 这个乳清呢 大家其实是可以直接喝了 好 现在我们不管它 继续做下一步 现在呢我们就把固体倒出来 加入盐 然后把它混合均匀 嗯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那种奶酪芝士味的一个感觉 搬好后呢就用新的一个布然后把它倒进去 把它稍微抹平一下啊 把它稍微抹平一下啊 然后就把它这样包起来 裹好后呢就拿一个重物啊底部 擦干净 然后可以放一个厨房纸巾 然后这样放上去 然后呢就继续放进冰箱冷藏48小时 现在呢48小时过了我们将它许下来看一下 还有很多的乳清蟋出来 然后我们将它倒掉 把它拿出来 来 给大家切开看一下 感觉像在切豆腐一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它的一个切面非常的细腻顺滑 就是你的手感啊 跟我们买的那种奶酪芝士啊 手感就差不多 我们做的奶酪芝士呢 用盒子装了一下 然后撑取了一下 总共是236克 这次我们用800克的酸奶 做出了236克的奶酪芝士 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啊 做出来的奶酪芝士呢 刚好可以做一个6寸的巴斯克蛋糕 或者是其他的芝士奶酪蛋糕 这么划算的自制奶酪芝士呢 大家还不赶紧在家里面做起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拜拜